请酌情观看 863突然变得十分暴力 并试图挣脱束缚 Mandeville主任 启动了电击项券 你 你 我要杀了你 你才是那个变态 你 你好 我叫阿佑 今天我们为你带来了 SCP基金会 KIDER等级的 SCP-1788 SCP-1788 又称成年人 是一种生物变异的过程 手法或是形式 任何处于青春期前的人类 一旦受到1788的影响 将会变异为一个 SCP-17881的个体 而当其成年时 17881也会开始对青春期前的 其他人类表现出掠夺性行为 一般上 他们会定居在一个大城市的中心地带 同时 他们会找一份白领工作作为掩护 并在那地区开始跟踪青春期前的青少年 然而 他们通常不会找一个 会与儿童进行直接接触的工作 据推测 这目的是为了要减少嫌疑 大约每六个月 一个17881 会尝试诱拐其中一个 他所跟踪的青少年 一旦成功 他就会将那位青少年 带到一个遥远或者是无人的地点 而那里 就是他们将1788 施加在那些青少年身上 并使其转化成17881的地方 从已被捕获的17881个体身上 只获得了极少的信息 这些个体的智力高于常人水平 并且表现出对强迫 威压 好打 和其他形式的信息提取手段 有着极其强烈的抵抗能力 想要对其进行更多的详细观察 也十分困难 因为这些个体拒绝接受标准化测试 除此之外 当他们被强迫回答问题时 就会变得极具攻击性且不配合 表现出强烈抗拒的意愿 以至于无法完成测试 迄今为止 所有17881都表现出了 恶性自裂和心理变态的迹象 同情心对他们而言是完全不存在的 但同时他们也拥有敏锐的心理洞察力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 所有人被严格禁止 与17881进行未被批准的交流 单独个体通常不会自愿 与其他个体互动或是群聚 除非是以交配为前提 而事实上 当两个或以上的个体 被置于同一环境时 他们通常会为了支配权而相互争斗 这种现象与性别没有关系 反之 男女个体都会为了自己能得到 支配权而相互争斗 在不同性别的团队中 只会有一个支配者 其性别可男可女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被捕获的个体 都被区分受容 以把伤害最小化 目前已发现同一城市中 可以存在多个个体 但其比例绝不会超过 1比10万 17881的怀孕周期大约是40周 与人类大致上相近 他们的后代与普通人类总体来说 也没有什么区别 且不会被认为是异常的 但是 由于他们是进行 1788转换过程的首要候选者 因此对他们的逮捕或是处决 已被视作高优先事项 就仅次于处决17881个体 根据17881的解剖报告 若想要区分17881 和一个普通成年人类 是极其困难的 这些个体在性别和种族上 都展现出了与普通人 预期相符的变异 但却有着一些共同的特征 首先 17881的外表极其肥胖 充分发育后的体重 可达至150至200公斤 17881的眼睛 也比正常人还大 但任务足以表示 他们与普通人不一样 他们的汗液含有较高的甲合同 但仍在普通成年人的范围之内 那么虽然外表上很普通 但他们身体内部的结构 已经完全改变 17881的长骨骼和头盖骨 已被多种重金属加固强化 他们的肌肉组织 也已和与 摊纳米管相似的结构 交织在一起了 这一切成就了 他们远超于常人的持久力 力量和速度 17881具有备份的器官 和维持其身体正常运作的备份系统 举例来说 他们躯干偏下的位置 长有第二颗心脏 这颗心脏能和第一颗心脏 共同运转 且更有效率地进行血液循环 不仅如此 在必要时它也能单独运作 他们的主要血管具有 复杂的门阀结构 使个体能够阻止血液流向 受伤的肢体或其他地方 以避免严重失血 其他的器官系统 也同样有着2到3个的备份 可在主要器官丧失功能时 随时替代之 SCP-17881也拥有一个额外的大脑 位于其躯干偏上位置 并由自身的骨骼组织保护 构造与胸腔相似 不过 目前尚未了解这个大脑的确切功能 唯一已知的是这个大脑 在主要大脑被破坏后 仍然能继续运转 这一现象在一起事件中得到了证明 一对特工将一个17881 吸引进了狙击手狙击的范围内 接着狙击手用大口径步枪 射出数发子弹 对个体的头部进行了严重的破坏 包括整个主脑 但是该个体依旧能活动自如 且具有致命的攻击性 以致接近他的特工两人残废 一人身亡 目前尚未知此个体是如何 在大部分主要器官都被破坏的情况下 还能感知到特工的 相关研究仍正在进行 最后一个经解剖后被发现的不同点 是其第二对手臂的出现 就长在主要手臂的正下方 这双手臂有着与主要手臂同等的力量和灵活性 且17881能自然的同时使用四只手臂 当部活动时 个体会将下方的手臂折叠 紧贴在身体两侧 并用其肥胖的躯体将它们隐藏起来 当他们这样做时 视觉上是不可能将一个穿着衣服的17881 和一个普通的肥胖人类区分开来 除非进行细致的检查 以下是区域主任 Mandeville与SCP-17881-863之间的采访记录 863在采访中被束缚住 并被套上一个电脊项圈 请说出你的名字以供记录 我不需要名字 名字是给小孩子用的 你的驾照与其他身份资料上写着 那是你的名字吗 那是我小时候的名字 现在的我已经不需要了 那我就称你为863吧 你爱怎么叫就怎么叫吧 只要别在吃饭的时候迟叫我就可以了 我们的探员在一艘初中外发现了你 你车上的文件和你的公寓里 都有大量受害者的照片 而且都是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偷拍的 你是一个恋童癖患者吗 863 这时候863突然变得极度暴力 并试图挣脱束缚 你 你 我要杀了你 你才是那个变态 你 如果你没有练童癖 863 那为什么你要偷窥这些孩子们 863停止了尝试挣脱束缚 你以为他们是受害者 我真不敢相信 我竟然是从你们中进化而来的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863 863没再说话 Mandeville主任决定启动电极项圈 但在863身上似乎不起作用 就字面上的意思啊 还有你以为用这个就能伤到我 你真的很失败啊 博士 你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什么 你愿意详细说明一下吗 863 你想知道为什么你们的科学家到现在都无法从我们的身上找到任何异常移植器官吗 为什么我们的身上没有留下手术的伤痕 为什么我们的基因还是纯净的就像没被更改过的人类基因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人类啊 不是 你的X光照看起来可不怎么像人类 我们和你们不一样 我们不是失败品 我们也不是小孩 你把我们当作小孩 你看起来仍然像是小孩 你都还没发育完成 你这是什么 你被抑制住了 是个未完成品 你就像是靠着水呼吸 而不是靠着空气呼吸长大的两栖动物 我所照看着的那些蛋 它们必须孵化成为我们 它们必须完成发育 所以你诱拐它们是为了让它们完成 蜕变 我们不需要陪伴 我们也不像你们 是个群居生物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需要做什么 而且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做到 那你想要我们怎么样 要么长大 要么死 对1788的收容以目前的情况来说 是不可能的 但基金会目前已将 7个17881的实体 居留在军事生化域223 除了经过批准的实验外 绝对不允许与之进行交流 每个个体都会被分别安置在 一个单独的人行收容间内 任何有嫌疑的17881 都必须上报给军事生化域223的指挥部 任何人员都不得与嫌疑个体进行接触 并应在相遇之时立刻撤退 大家记得去观看 阿佑新的动画频道 阿佑来啦 在这里阿佑会分享人生趣事 稀奇古怪的想法和观点 你只需点击下方的链接 即可进入阿佑来啦的世界哦 接下来阿佑想要很自豪地展示 这些超让我们惊喜的粉丝作品 非常感谢你们 大家现在也可以将你的粉丝作品发送给我们 阿佑将非常乐意在下一个影片中 展示你最好的艺术品 你可以查看下方有关如何提交作品的说明 接下来你想要阿佑讲解哪个SCP和为什么呢 在下方留言让大家知道吧 希望你会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别忘了在影片下方按个喜欢 也可以订阅这个频道和接受通知哦 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也请分享出去吧 感谢你的收看 这里还有一些影片我们认为你会喜欢 我们一起到下一个影片脑洞大开吧 拜拜